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心神都沉浸到了寻找消失在体内的钉头书鱼剑上 一天过去 两天过去 当第十天过去之后 莫无忌的脸色难看了起来 他已经是虚弱到了极致 不但如此 就连他的生姬洛也需要生姬神丹来相助 而他要寻找的钉头书鱼剑气息根本就半点也捕捉不到 哪怕楚神洛一遍又一遍地冲刷他的脉络和身体 可他就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之处 偏偏他的生姬和盗运不断地被消耗 到的后来 他连魂魄都开始有些不闻起来 还好这是在他自己的世界 否则 他恐怕早就坚持不住了 莫无忌阴沉着脸站了起来 他来到自己的灵药园之外 这里除了昏迷不醒的纪离 还有被他囚禁的圣人幻提 幻提似乎认命了 在莫无忌的灵药园里 安安静静地待着 偶尔还去观察一下灵药的掌势 莫无忌刚出现在灵药园 幻提就有所察觉 他抬头看了眼莫无忌 随即惊一声 难道你没有支柱明月 反倒被他的钉头书与剑舍中了 对于幻提能够看出来自己中了钉头书与剑 莫无忌并不奇怪 他要是看不出来 那才是奇怪的事情 幻提是什么人呢 那可是圣人 正因为幻提是圣人 所以他如今才找到这里求助 不等莫无忌开口 幻提呵呵一笑 哼哼 看样子啊 你是来找我帮忙的了 没错 我的确需要你帮忙 条件你随便看 当然 想离开这里不行 抱歉 我没有办法帮你 我帮你把七佛产拔出来 莫无忌看着幻提 幻提摇了摇头 再加上给你鸿蒙生息 幻提仍旧摇头 再给你一块天津泥 莫无忌几乎是咬牙切齿说出来 幻提惊疑地看着墨无忌 你居然连天津泥都有 不是幻提惊讶 因为这东西对他是真的有用处 当年为了宇宙间的一块天津泥死伤无数 后来那块天津泥应该是失落在了他的诸神塔之中 就说行不行吧 我喜欢来点干脆的 莫无忌只能忍住自己心中不爽 谁让他现在在求人呢 叹了一口气 幻提才说 唉 我没有办法 不是我不想和你交易 如果我真的有办法 我肯定要求咱们一命还一命 你放我离开 我告诉你破截手段 但是 我截不了顶头书 莫无忌倒吸一口凉气 连圣人也截不了顶头书 而且幻提的意思很明显 这顶头书可是要人命的 否则绝不会说一命还一命 莫无忌心中很是失望 如果他真的要陨落 至少也要在陨落之前将寄离救活 干掉幻提 此时感受到了莫无忌的杀机 幻提叹道 莫道友 我感觉到你的杀意了 我知道 一旦你无法解开顶头书 估计我会死在你前面吧 莫无忌没有回答 这是必然的事情 他自己都陨落了 自然不会让活着的幻提 在他的世界里存在 幻提犹豫了一下 然后继续说 莫道友 我听说过一个很奇怪的手段 可以破除顶头书 不过这种手段有些离谱 因为首先要燃烧自己的元神 燃烧元神 莫无忌惊讶地问了一句 幻提点点头 没错 燃烧自己的元神 被顶头书遇见顶咒 第一时间 要用自身大道道运 裹住顶头书 然后在最短时间内拔除 很显然你没有这么做 顶头书一旦化为道运气息 有一大半缠绕在元神之上 与元神融为一体 无论你多强 也无法剥离顶头书 直到元神溃散 你应该知道 一个修饰的元神有多重要 一旦元神燃烧 等于倒机毁灭 而且燃烧自己的元神 还无法彻底清除 顶头书道运气息 更可怕的是 那种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 煎熬痛苦 那然后呢 莫无忌赶紧询问 幻提呵呵一笑 元神燃烧后 消灭算是能暂时保住 然后用剩下的寿命 去逼其余的顶头书道运 勉强苟延残喘 虽说幻提提了个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 还真和没说一样 按照幻提的说法 最后还是得死 顶头书这种可怕的法宝 莫无忌是听说过的 曾经在地球上 他就听说过 顶头七件书这个法宝 曾经莫无忌对这些传闻 只是听过就算 华夏传承悠久 多一些神话传说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他自己获得了天罡变之后 莫无忌就知道 这个世界远远不是他所了解的那样 他不知道 并不代表不存在 幻提提供了一个 无法根除的办法 燃烧元神 这对别的修士来说 也许还能解燃眉之急 但对莫无忌来说 根本毫无用处 他根本就没有元神 他只有大石海 和大石海中的紫棘大湖 元神都没有 如何燃烧啊 莫无忌叹了口气 对幻提说 真是抱歉啊 幻提生人 我必须要干掉你了 我没有办法救活自己 见往日的老家伙 一个个都冒了出来 幻提心中多了一丝不甘 本来他很看好的莫无忌 居然连明月神帝的 盯头书都没能躲过 这简直就是 等等 幻提止住了莫无忌的动作 我现在在你的世界里面 根本就逃不出去 你临死之前也能杀我 不计在一时 以你的手段 就算是燃烧了元神 也能在乎很长一段时间 我不想燃烧自己的元神 所以你只好提前走一步了 莫道友 我愿送出我的一丝大盗灵魂 为你烙印叙事 你也知道 如果你真的出事了 我也必死无疑啊 听幻提这么一说 莫无忌倒是有些惊讶 幻提道友 我记得当初你还急着寻死 怎么现在又想活了 对于一个圣人来说 送出一丝大盗灵魂给别人烙印 那就等同于出卖了自己的一切 他的生死 就等同于掌控在了莫无忌的手里 莫无忌可以随时让他死 而且一旦莫无忌出事 幻提也同样会出事 这种手段莫无忌当初在修真界的时候用过 他在真心收过一个叫做常赛的仆人 根据莫无忌现在的感应 常赛应该还活着 只是不知在何方 若是再加上幻提 那他倒是有两个仆人了 可幻提和常赛不同 这可是一个圣人 似乎知道莫无忌的想法 幻提又说 我能感觉出你这世界的不凡 虽然你伤在了明月手中 让我有些惊讶 但我仍旧看好你 我肯定如果我不这么做 你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 我暂时不想死 只有送出自己的灵魂烙烟 说完这句之后 幻提呵呵自嘲了一句 圣人 圣人也就是如此罢了 我算是看透了 幻提平静地看着莫无忌 他已经决定了 如果莫无忌不同意 那他自觉于此好了 圣人也是有自尊的 他之所以现在这样做 一是不甘心 强烈的不甘心 他还没有看见罗虚的死 他还没有复仇 还有一个 就是他极为看好 莫无忌这完整的世界 这个世界 是他见过最强大的宇宙世界 他有一种预感 将来莫无忌若是成长起来 甚至可以超过圣人 尽管这可能有些不切实际 但他幻提仍旧想要看看 毕竟死就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活着 他还有机会看看未来 况且在他内心深处有着一种预感 莫无忌似乎不是这么夭折的人 好 我同意了 你送出自己的大道灵魂吧 莫无忌点头对幻提说道 幻提二话不说 直接排除了一丝大道灵魂 被莫无忌囚禁了这段时间 他早就已经看明白了 圣人的尊严比起生命来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放弃 莫无忌手一卷 将幻提的大道灵魂烙印起来 然后转身离开 对幻提送出大道灵魂烙印 莫无忌并不在意 甚至并没有什么成就感 他走到纪离身边 将疾病天竺放在了纪离怀里 他现在的能力 根本没办法救纪离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自己陨落之后 尽量不让自己的世界崩溃 做完这些之后 莫无忌开始继续寻找 丁头书余剑的道运气息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